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王宝强娶马荣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事实上 王宝强曾在2008年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当时向记者透露自己正在与马荣恋爱 从来没有交往过女孩的王宝强 对马荣一见钟情上来就说我喜欢你 当时马荣他十分佩服王宝强的坦率与勇气 王宝强表示虽然自己身在娱乐圈 但是不会缺那个坏风气带歪 并对外公开承诺 娶了马荣就要和他过一生一世 王宝强透露之前在北漂的时候 因为家里穷本身也长得不帅 家里人最怕他找不到儿媳妇王宝强成名之后 将他与马荣恋爱的事情告诉了家里人 父母双手赞成 还教育他不能获害的人家姑娘 并对忙 宝强开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明确表示 要他三十岁以前必须结婚 不能太拖了 没想到王宝强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任务 2011年4月29日 在北京微信片宣传的王宝强 承认和马荣已婚有死的事实 更没有想到的是 这段婚姻没有如王宝强所却达到一生一世 而是妻子中途与经纪人发生不正当关系 已被判散场 目前离婚案进度处于二审待开亭中 此前马荣表示 又在二审中公开王宝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细节 对此王宝强拦礼不回应 期待二审的早日审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迎订阅 转发 迎订阅 转发 媳嬌 Gато祝宣